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生活在多人多的全职地产经济 一直有留意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不难发现 这几个月我对万景斯威士们社区的学区房的介绍 可以说是我视频的一个重点 因为在这段时间 不论是看我视频的观众 还是说广大市场上的买家 对于这类房子的追求 一直都没有热情退却过 所以说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 看一套我现在身后的这一套 今天上午刚刚上市 我下午就过来拍了 这一套semi-detached的房子 它现在的叫价是109万9 我看到这个价钱是有点惊讶 这个价钱叫的还是相对有点偏低 那么现在我们就随着镜头 一起进去看一看这套房子 看一下能不能满足我的视频 观看我视频的朋友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吧 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 这套房子面积约为1900尺 因此它与同区类似的房子相比 空间感更强 布局方正实用 坐南朝北 采光充足 房子的很多部位都做了相应的升级 包括厨房 卫生间的石头台面 天花加装的大量pot9 一楼铺设的石木地板 家庭厅安装的煤气壁炉 以及楼梯加装的天窗等等 二楼共有三个睡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套房 分别配有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和一个walk-in closet 房子的第二睡房做了婴儿主题的背景墙设计 而且还配有一个小阳台 使得这里的采光和通风都十分适合 作为婴儿房使用 房子的第三睡房也做了简单的背景设计 面积相当的大 而且还配有一个独立的walk-in closet 地下室已经完成了专业的装修 完全可以作为家庭主要的娱乐休闲区域使用 另外地下室还配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办公室 后院专专业的landscaping绝对是这所房子的一个亮眼的卖点 为什么社区小户型的学区房的需求呢 一直以来都是居高不下 那么很多的买家对于这一类房子的这种投资 或者自住的抑郁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今天Mark所介绍的这套房子 是否特别的感兴趣呢 那么它现在的交价是109万9 那么将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就抢offer 整套房子从综合的评分上来讲 我觉得它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方显示的房屋资料 了解到更多 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区留言 那么今天对这套房子的介绍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关注 也非常感谢大家通过不同的平台 点击关注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